哇 这几天真的是被奥德塞哥恶心到 这个优化是真的好 没有bug 注意双赢 就不是说在这里击败了阿莫基斯之后 不跳成就 过了剧情之后 不给任务奖励 不给维续者的象征 接下来我去刺杀这名叫奥古斯的维续者 刺杀之后也不给象征 也不给任务奖励 然后还显示他未被击杀 接下来我完全退出整个游戏 然后再重新进入 然后就可以正常获得这些奖励 这些象征 然后也提示维续者被击杀了 不办法打造 他还提示象征不高 然后我看了一下 这个维续者 他还显示阿莫基斯没有被击杀 这个明明都已经击杀了 都已经过完剧情了 还显示没有被击杀 然后后来我无论重启游戏多少次都没有用 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 回答到4月30号的早上11点的时候 然后花了点时间的补进度 补完进度就终于跳成就了 在击败阿莫基斯这里的时候 就终于跳成就了 在过完剧情之后 终于提示获得了维续者的象征 然后也解决了阿莫基斯 也解决了所有的主宰维续者 终于成功收集了所有维续者的象征 然后也打造了王者之剑 也获得了成就 支持了第一把绣剑的传承 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对于RPG类型的游戏来说 回答是最要面的操作 因为回答到好久之前 然后还要补完等级 补完那些任务 要从头再做一遍 然后又遇到很智障的bug 护送这个女的 然后她就直接卡在这里 不走了 无论怎么推她都不走了 然后我就只能回答了 因为这个存档的间隔很长 所以说特别防 还有个非常傻逼的 你可以看到我从这里跳了下去 然后你可以看到她在干什么 然后下一秒就失去同步了 更恶心的是什么 是这个剧情 卡三卓一直和这个纳塔卡斯 没来一眼去 而我又不喜欢这个男的 在纳塔卡斯和他的父亲大刘 是准备离开了之后 有两个选项 选择留下来或者说再见 我明明选的再见 因为我并不想让他们两个发展下去 然后他居然还跑回来找卡三卓了 还成家了 还生了孩子 我真的是 直接直接崩塌了 这个 当然不足以外的是 孩子被抢了 蠢子被烧了 丈夫牺牲了 然后这个boss呢 还有抢孩子的理由 他说抢孩子是为了保护他 那个孩子呢 和妈妈在一起不安全 和他在一起呢 才安全 才健康 才快乐 就很神经的那一种 所以说当初呢 就应该分手 不要回来了 不要成家 不要生孩子 真的是 而且呢 卡三卓也有亲人 就比如说白云群岛的奇拉啊 两姐妹在一起 共度一生 多快乐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基西拉岛上的迪欧尼啊 虽然他是神教成员 不过呢 他们两个也有一夜情 之前呢 在寻找叫计划 安苏沙的时候呢 还遇到一位平民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第一把修建的传承呢 是我感觉 哇 最恶心啊 最多bug的一个DLC 特别 特别不爽 喜欢的话 不凡数字三连啊 点个赞 再加个订阅哦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